欢迎再次回到逆时,All or worse 上年年底,逆时做了第一次港澳 content creator 的合作 效果很好,所以今年过了一半的时候 都突然有个想法 想邀请他们做一个 Mid-Year 的手标 review 玩法都很简单,每一个 content creator 会有两分钟时间回答我们三个问题 而今次十分之高兴,因为除了上次有参加过的之外 今次额外有几个我很欣赏的 content creator 参加 同时我们也很希望各位观众可以一起和我们玩,一起参与 因为我们也很想知道你们这几条问题的答案 跟之前一样,我会先说 如果我只能保持一只标的话 过去那几年的答案都是一样 就是镜头面前的FP drone 《Clonometer Blue》 也是我唯一一只的FP drone 当年买的时候真的没人认识,但现在真的买不起 简单的小三针,但整支标就充满着很多很特别的细节 包括它的case,用了坦金属 标盘能够呈现到的蓝色和reflection 是从来没有在其他标中见过的 接着就是它用一个玫瑰金做的movement 再加上它的尺寸 放上手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东西去挑剔它 同一时间它也跟我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场合 包括我结婚的那天都是戴着一只标 如果只能保持一只标,我一定会保持日期 一定要是36mm,一定要是黄金 一定要是总统戴 当然有些不同的变种,有不同的面 如果真的只能够是一只的话 一定要是中文日曆的这个款式 永远都是最经典最正的 地统拿都给不到你 就是这个中文日曆 Hello,逆时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MingWatch的Marco 如果要在我的collection里保持一只换标 我会保持Show Park的LUC GMT 我会保持它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它的标盘是由著名标盘箱Metalum所制造 用了三种不同的gill shape pattern 特别是6点钟位置的24小时盘 用了黑白来区分日与夜 这款第一代的LUC GMT 型号 保留原汁原眉的料草logo设计样式 而且它的透底设计可以欣赏到Micro Rotor的自家机身 珍珠桌漂亮之余 打磨也十分到位 而最有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系列的诞生 是因为当时品牌想再买向高级制标这个领域 决定研发自家机身 在1996年的时候 就发表了他们第一款自家机身 1.96 而其后就顺利成章 开始了LUC这个系列 刚好我的birth year都是1996年 所以戴着这一只标就更加有意义了 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UIS 首先多谢逆时邀请我参与拍摄今次这一条影片 第一条问题 如果在我的组织里面只可以保留一只标的话 我会选哪一只 我自己没有多少手标的 5万元以上的标也都只有一两只 所以如果要选我会选一只最有纪念价值的手标 应该就会是这一只Citizen的Pro Master Blue Angels Navy Hawk 这只标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去澳洲学乘飞机的时候 太太送给我的 这只标虽然是石英标 但是它有很多实用功能 例如世界时间、计时和响鸟 而且它这么有纪念价值 所以我如果只能够选一只 我一定会选这一只 大家好我是Able 很多谢Horowars 今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 Mid-Year Content Creator的collect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如果你问我 我最喜欢的 就会是Otomus Piergade的Royal Oak Jumbo 我有一只Rose Gold的模特 这只标是很喜欢的 但如果你今天问我 我会选哪一只标的话 我会选你 是这一只Grancico 它的Ginza Special Edition 因为在过去的七、八个月里 我几乎每天都戴着这一标 所以今天你问我 我会选这一只 大家好我是Mid Watch的Alvin 如果只能保持一只标的话 我会选择我手上这一只 80年代的Cartier Santos Carry 这只标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由读书年期开始 我就已经非常喜欢这只标了 但是那时候内核没有能力去负担到 之后到我出来社会做Full Time一年之后 我就终于有能力去负担到这只标了 那时候就买了这只标 完成了我的心愿 所以它是我第一只买的Lustry Watch 这只标到现在我都是白汗不厌 它衬一些T恤牛仔裤 又或者是西装都非常之好 而且这一代也是我最喜欢的Santos 因为一来它的尺寸是滴滴色色 很精致的 二来它是相比起其他其数的Santos 轮廓是没有那么圆润 而且是比较尖锐一点的 所以到现在我依然很喜欢这只标的 这只标是由Tantalum 这是一个唯一类型的Tantalum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大家好 我是Watch the World YouTube 频道 王英飞 Noel Wong 在我的组织里面 有哪只标我一定要保留 其他标可以放弃的 我会选择 Corno Suisse 和Watch the World的Crossover Delford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含事 就是我没有买到这只标 结果两三年前 我因缘祭会下 遇到Corno Suisse的老板 他这么巧又在做Delford 是慶祝品牌四十周年 所以我胆粗和他说 有没有机会做Crossover 结果他答应我 还有五个Bespoke的Watch the World 标盘的颜色 是用Rose Gold的道金 而这个Rose Gold的颜色 就正正就是我们Watch the World的Logo卡 其他的标 就算是多贵 多便宜 都是Regular Models 但以标 读一模一样 是做给我的频道 所以感觉很不同 嗨 everybody 我们被问过Horoverse 来问几个问题 首先是 如果您只能保持一个标的标准 哪一样 我会是这个 这是我的Christian Klings 只有时间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手製的 Cristian Klings自身 Cristian is a wonderful 美丽的German watchmaker Based in the Forest of Dresden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这是他最后一部分 他做了30个的 在他的过程中 有很多奇妙的东西 在这个看法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请订阅我的名字 Mark Cho 还有Rob Report 因为我其实写了 很长的文章 对这个看法 给Rob Report 大家好 我们是Watchcat The Vlog 很高兴第二次 参加这一次的合作 和一班高手 分享自己的看法 如果自己只能保持一支标 毫无疑问 一定是最近入手的 武器的Tradition 7057 白金鶴 黑色标盘 因为自己太喜欢这一支 一直想买这支标 超过三年了 最近终于入手了 不过是二手价卖入 甚至乎不是我所有标中最贵的一支 为什么只想保持这一支 很简单 一个基本上不会怎么过时的一个款式 一支可以带到60岁 都不失礼的一个牌子 今天时间就有限了 之后我会再慢慢详细介绍这支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意吧 3万元预算 我觉得有很多选择 如果愿意考虑买二手的话 Omega Zenith Tudor IWC 都是社情范围 不过如果现在一刻要我真金白银 用3万元来买这支标 我会选Gran Seiko 最近我们也拍了一集 告诉各位观众 为什么Gran Seiko 值这个价 但是玩Gran Seiko 我自己就倾向玩它们的简单东西 大三针手上链就够了 SBGW 系列 这个预算可以玩到不同的面 加上它有顶级的打磨 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只有3万元的预算 我一定会买一支 Piong的Levitheimer 可以选择不同的Dial 不同的金属 一支这么经典的飞行镖 飞行滑尺 非常有型 无论你是高矮肥瘦 男女老友 带出来都是这么英俊 这么有型 一定是Levitheimer 如果在3万元内预算要买一支标的话 我会推荐这个日本品牌 Ozuka Lottex 这个品牌的碗标很重工业风 会以一些旧的仪标 仪器和镜头作为设计的蓝本 我手上的7.5号 就是一个无Dial 无字针的设计 取而代之用了三个独立的视窗 显示 Jumping Hour 分钟盘和妙盘 而它不锈钢的标殼 就用了拉丝和打沙的处理 就是用Miota的机身加以改装 它的碗标价钱 由万尾到两万两元左右 只不过不是说买就买 要在官网里碰碰碰运气 第二条问题 3万元的预算 我会有什么推荐 我会加茅一点 选两个标 第一个就是Nomus的Tangenta 38 Date 它是今年Words & Wonders推出的 有多达30种颜色 色彩纷纷之余 其实机身非常英俊 但是30,000元又有钱剩 所以我会推介多一只 Hamilton的Kaki Field Murph Auto 这只标可能大家在 电影Interstellar 里面都见过 也都推出了很多年 但是我一直都很却步的 就是因为它42mm 而38mm 它又没有了摩斯密码的秒针 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很犹豫 究竟好不要买 如果有38mm款 又有摩斯密码的秒针 就没得顶了 但是如果两只标只能够选一只 私心推介 我自己会买一只Hamilton 如果我叫你买 我会叫你买Nomus 原来现在的标真是很贵 30,000元的预算 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预算 我想推荐一款 大家都会认识的 但未必是最普通的那些牌子 希望是一个机械标 而且造工一定要漂亮的 我选了就是Granseco SBGR 261 这款标就是有一个挺风格的设计 而且标面是米黄色 我自己很喜欢是自动标 有72个小时的动力处备 那个Case的尺寸是39.5mm 是现在比较适合的一个 moderate size 那标最吸引我的地方 当然就是它的造工 Granseco的造工真的没得定应 如果我有30,000元这个预算的话 我会选择Anoma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刚刚6月才开始推出的 一个英国Micro Brand 就是由Matello Firenano去创立 它之前在首标能受伤 A Colleton Man里面工作了4年 它现在第一只出的标 就是叫做A1 这标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三角形标壳 它有一个不对称的轮廓出现出来 品牌声称这标的灵感 是来自于Charlotte Perrion 50年代设计的一张桌子 看回这标的外形 其实它有些像PP的38431 又或者是3412的标款 做回60年代很funky的味道 可以见到标盘和它的圆拱型指针 都有落足心机 没有一个很抹肤的感觉 而它里面就用了Selita的机身 这标的售价就是英镑1300元 违反港币就大约13000元港币左右 如果这个价钱有一只不对称美学的标款 我会觉得是一个挺特别的选择 不过违陷的是 这条片出了的时候 这标应该已经停止接受预订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Tudor Black Mate 54 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市场上 它是很高兴的尺寸 它是37mm 它们在约2和约2 它是很高兴的尺寸 很高兴的尺寸 我普通常用了游泳 我用了沙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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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抵抗的 还有其他东西 你也有Tudor的功能 和Tudor的销售 所以我认为你能够准备 以前我也有一些不同的名单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今年当下 我有一只SIGER的Blue Planet 再和我比较给Watch the World 而颜色也是跟回我Watch the World logo 的颜色 中国第一个手标 是拿到日内亚高级钟标 大照里面的挑战奖 颠覆了手标表达时间的方式 我每次打一个标出街的时候 我问我 你什么标 这么特别 反正我带回正路的大牌子 是没有人理我 而这个标 我敢说 我试戴的时候 我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没有电脑的时候 对你的标的时候 那个分是准的 所以其实它的质量 是一点不舒适 给瑞士的机身的 你会推荐 $30,000 我本来推荐 我本来推荐 The Black Bay 54 尤其是Jonathan 从Horology Club 他已经推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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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认为 但我认为 SPB281 是最有趣的 所以请注意 至于$30,000 的预算 我会推荐 Tudor Pellegos FXD 的Red Bull版本 刚好 $30,000 最近还可能有折 有一个自家的2.0 机身 Konomita 还可以玩到carbon 殖 自问不是很喜欢牌子的 联城标 不过 Red Bull的配色实在太漂亮 我自己觉得很有贵气 贵标的格调 联城标的二手价 通常差点 不过本身这个标 都是$30,000 定价 只要放下一个保值的心窗 玩标更加开心 最后悔的一只 就是镜头面前的这一只 25860ST Royal Oak 这支标有个别名叫Kasparov 其实这支标自己 没有什么挑剔 但是为什么会后悔呢 原因就是 在我心目中 其实最喜欢 和觉得最漂亮的 那支Royal Oak 就是15202ST 之前排队买不到 炒价又太夸张 所以当时遇到这一只 都是$39mm 而价钱又便宜很多的时候 就觉得是一只很棒的取代品 但事实上 我觉得是取代不了的 因为每次戴这支标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 我真正最喜欢那一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遇到相类似的情况 我不可以说很后悔 但如果有得选择 我就宁愿加钱 去买一只自己最喜欢 在我玩标的过程 都遇过一些后悔的经历 就是网购 大概两年前 日本的Yen开始便宜 在网上看到一间日本的二手标铺 放了一只Vintage Royal Oak 当时价钱很吸引 想到过来星期的实物都没有见过 便买了它回来 到手后便发觉 跟相片有落差 另一条带也戴得很不舒服 继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 便把它买走了 自此之后 我现在买标都要看了实物 试了上手才决定买不买 第三条问题 我买了以后非常之后悔的手标 诶... 这个标叫做Finnamon 是一个法国的独立制标品牌 我想大概三四年前推出 设计非常之独特 外形很美观 而且基深是他们自己研发的 非常之特别的一只标 自己当时的心态 也是想支持一些小众的独立制标品牌 所以就买了这只标 而且这只标不便宜的 但是后来 这个品牌收拾了一粒 而且设计也不知道去哪里 聯絡不到 我觉得是非常之不负责任的 虽然这只标是漂亮 但是售后服务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是很后悔 买了这只标 也都觉得这个品牌是不行的 所以 买Independent 就是有这个地方的不好处 大家真的要留意和小心 其实我真的不是太多标后悔 但是现在面前这张照片 这只标 MB&F的HM02 就是我比较后悔的标 因为我很想有一只MB&F的标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牌子 但是大部分MB&F的标 我都卖不起 当年我只是找到这只HM02 我放得起 但是大家看一张照片都知道 这只标是完全相信我的 即是手也都带不起那么大只标 也都看下去也都不适合我 所以这只标 是我后悔买了的标 我认为这个问题 我其实不忍不购买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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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A 1815 Chronograph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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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A 1815 Chronograph 我认为 LANGA 1815 Chronograph LANGA 1815 Chronograph LANGA 1815 Chronograph 从LANGA 1815 Chronograph 你已经问我最后悔 譬如 你问我最后悔 Delphus 没有买到 但已经不是陷事 我已经有这只 补偿度 但那只两只 比较陷事 我会说 Gracite Original Panel Retrograph 首先 不要说 你反过 看机身的布局 直接看到 它 是有Dato Graph 那种味道 这个标 是2000年 左右前后 推出来的 当时还在一个独立品牌 其实已经卖了 已经开始 去到Swatch Group 但是 它还在做独立品牌 之前 推出了标 或者标的 心情很漂亮 到你 一声 然后功能如何 是一个 机械 timers 倒数 不是Chronograph 它有Chronograph 功能 但是同时 它是一个timers 你想想 你今天 今时今日 有多少品牌 即是做了 mechanical的timers 给你 第二 如果timers 到够时 它会叮咚一声 又好像 三文那种效果 所以整个标来说 艺术性 功能性 趣味性 是很棒的 最终的 最终的事情 是 你最忌惑的 为何 我实际上 我不忌惑的 我可能会购买 一样 但我不忌惑的 我总是 判断 你购买一样 你买一样 你买一样 你学买一样 像奥特曼 然后你继续 至于最后悔的一款 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 是最难答的 因为 买这么多标 总会有些标 可能买完之后 会不喜欢的 但说到最后悔 我想我会选 Chanel 的这款 J12 不是因为这个款 而后悔的 是 买了近十年 当时在旺角的一家 算是知名的二手店 没有记错 大约是二万二千元 当时很喜欢这个款 其实现在都喜欢 当时犯了一个标迷 时也犯的错误 就会觉得 现在不买 这些烂碗款 很难找 最后当然是买了 买了一刻 买了一刻 是盲目的 但事后 其实想心一层 整个标的情况 又不太好 就只有剩五标 当然可以再选 一定不会这样买标 今集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我们一起努力 做出来的这段片 要在这里再一次 多谢每一个 content creator 的 submission 令我们可以出到 一条那么正 那么 fruitful 的片 相信大部分观众 都已经认识他们 但如果刚好 又不认识的话 可以一会去到 我们的 description link 看回他们的频道 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 他们 还有就是提多次 希望你们都可以 花点时间 解答我们提出的 三条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 都很想知道 你们的答案 再一次 多谢你们的收看 提提你们 你在看的是 逆时 All the words